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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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說的千千 今天又來到我們許久未見的 想買 卻又怕受傷害的系列了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是 好事多的 韓式雜菜粉絲拌飯 其實我本來想要買另外一款叫做 BBGO CJ韓式拌飯回來一起做比較 但是呢 我真的是完全買不到 所以我就想說算了 因為這包其實也滿大包的 然後也很少人開箱 所以我就想說買回來試試看 好 順便說一下 我有看到有人開箱說 那一款的產地是來自於日本 但我不確定是不是真的 你們可能有買到的人 就翻過來標示幫我看一下 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然後這一包呢 韓式雜菜粉絲拌飯 然後它每份300克裡面含7份 原產地是韓國 然後它有兩個烹調方式 一個是你用炒鍋烹調 另外一種是用微波爐烹調 它真的是很大包耶 你們不覺得我一直被擋住嗎 打開的樣子是擋這樣 擋這樣子 有沒有 其實滿可愛的 打開很像 而且它打開是那種 就是韓式拌飯不是會有那種麻油 跟那種蔬菜的那個甜甜的那個味道嗎 它現在打開目測的那個菜其實很多耶 這個我剛有查一下它是粉絲 然後還有甜椒 它甜椒味超重 紫菜 紅蘿蔔 洋蔥等等的耶 這個我們就拿去微波好了 700瓦斯3分30秒 好 另外這些剩下的這6棒我們就拿來用炒的 先來加熱一下 喔 開始很熱啊 可以倒下去了 到了 它現在樣子有一點 有一點鳥飼料的感覺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家以前有飼養啦 那種飼料都大概是長得跟這個是有一點點像 先鋪平一下 這裡有我耶 你們有看到嗎 好香喔 你知道它的那個香味啊 是那種蔬菜的甜味耶 因為我剛打開的時候 本來是青椒味道就整個炸開 它就是直接拖你鼻孔 而且我現在把它用得有點實鍋拌拌的感覺 鍋巴感… 我們來吃吃看微波跟用炒的 看味道怎麼樣 我們先來吃吃看微波出來的感覺 微波起來其實是長這樣子 看起來很健康耶 就是很多蔬菜跟冬粉的感覺 蔬菜跟粉絲是韓國的粉絲 韓國來的粉絲 歐巴的粉絲 樹枝鮮 很好吃耶 吃起來其實因為用微波 一定會稍微略幹一點點 不過它入口的時候它那個 蔬菜的甜味是很明顯的感受到 但是甜椒跟香菇這兩個人 就是它特別的突出 過程中是有一點點醬油香的那一種 不過我覺得對吃比較清淡可能不太適合 因為本身的鹹味我覺得… 但也不到太鹹啦 我覺得就是中度鹹 中度鹹 很好吃耶 好 我們來吃吃看炒的 其實我覺得炒的一定是比較好吃啊 我跟你講真的沒有差到多少 微波的跟炒其實真的沒有差到多少 其實我覺得炒的一定是比較好吃啊 好好吃喔 是我喜歡的味道耶 而且它米飯很妙的是它是冷凍的米啊 下去就是微波跟炒的 可是它咬起來還是很有口感耶 就真的是很像是我們那種隔夜炒飯那種 粒粒分明的那種 我相當滿意 這完全可以放在冰箱裡半夜無聊的時候 也不是無聊無… 誰半夜無聊的東西 好 我 就是你半夜可能肚子餓的時候 我就可以丟到微波爐裡面吃耶 這好像小時候阿嬤會亂煮一些 雜菜粥啊 韓雞 又要麥呢 可是裡面放很多蔬菜那種粥的味道很像 只是一個 差在一個是粥 一個是飯 而且你看它的蔬菜都超大塊 這青椒 這小孩子看到青椒可能會崩潰 然後呢我今天還準備了泡菜以及起司 好 讓它燜一下 好好吃喔 這個起司融化的畫面也太美了吧 這畫面太美我不敢看 然後呢 絕對不是這樣就結束了 這麼一個虞花之人 我們一定要用一些白菜 因為那種韓式的那種 上面不是都有海菜嗎 完成了 試試看起來相當的漂亮 Oh my God 我這個廚藝 好好吃喔 我的媽呀 它真的你有一種身處在Korea 很想要跟你說 你好 大家好 的感覺你知道嗎 因為加了起司之後啊 我只能說起司就是碗水 整個奶味超重 超香 剛剛單吃是好吃 現在是超好吃 在沒有加起司之前 起司跟泡菜之前啊 很像媽媽煮的菜 然後加了之後呢 就感覺很像是不健康的食物 可是好好吃喔 不過如果常吃家裡面做的菜的話 應該會覺得這味道還滿普通的 因為這感覺是家裡面 家常菜會出現的那種香味 可是像我自己住外面 就覺得這種 這種口味的東西就比較少吃到 這我會想要再買耶 這我願意會放在冰箱裡面的那種 因為它其實很大包 我個人覺得有點佔空間 但今天這樣吃 其實我會願意回購 欸 我前面一直沒有說它價錢耶 好久沒開箱好斯多的東西了 但其實我還是持續的 有在逛好斯多的什麼新品 像我最近覺得好斯多的那個 杏仁脆片超好吃 我真的強推大家可以去買來試試看 我忘記有幾片了 反正就是因為一般外面 在賣杏仁脆片它其實有一點點貴 可是它其實 以好斯多的這個分量跟價格來說 我記得算很便宜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它杏仁脆片 上面的杏仁片超多 可是網路上有一些心得說 它覺得它太甜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來自己斟酌看看 但那個我真的超愛 最後一口喔 吃完了 我只能說這個韓國飯飯 吃完之後我真的很想要試試看 就是很多人開箱 很多人推薦的另外一款CJ的韓式飯飯 因為我真的還滿喜歡這一款的那個 韓式飯飯的 然後再來的話 我覺得它比較大的缺點的話 應該是它的飯比較略乾的部分 我覺得這種口味的人 應該會覺得還不錯 吃起來很香 但是吃比較清淡口味的人 還是會覺得口味偏重 所以我覺得清淡口味的人要買 可能我覺得最好是跟人家一起share 因為畢竟它一包下去 就是雞包 然後好事多如果你們有什麼好奇 想要開 但是又不敢開 怕受傷害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唷 Yeah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